刚煮好的红豆汤圆 热腾腾还冒着蒸汽 汤匙一捞 白色红色浇杂的汤圆 混合着香甜红豆 看起来Q弹美味 但 他跟我说 他只想要红色的汤圆 那我就说 那我也只要99年吃的钱 然后他就说不要了 这汤圆只捞红色的 到底怎么捞 边煮汤圆边抱怨 从热滚滚的煮锅中 捞起一整汤匙的汤圆 红色的也没几颗 遇到指名颜色的客人 没想到老板超有个性 霸气回应 气的要求要99年次的 10元硬币 让客人不敢再强人所难 我卖烧仙草 我说没有 他说你怎么不去学 不去学 指定颜色 问没卖的老板见招拆招 让客人不再为难 各式各样的客人 与突发状况 每天都在发生 连花脸也有 花脸知名冰果市 明明一元有三种颜色 红的黄的跟紫色 偏偏有客人专挑紫色浴园 同一家店 还要人红豆汤不要红豆 胶原养生汤不要红枣枸杞 让老板真的很为难 花脸有三种颜色的地瓜 对 有红的黄的紫的 有些客人会挑说 我只要吃紫色的 到底红色汤圆有什么魔力 难道跟过年求福气有关吗 只能说消费者 各种要求通通有 身为店家 也只能尽量满足需求 记者廖文林 吴彩城 曹卫生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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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